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什么是对赌协议呢 对赌协议是企业融资中风险投资人经常使用的一种交易条件 全称叫基于业绩的调整条款 或者叫估值调整机制 我们看它的英文 Valuation Adjustment Mechanism VAM 估值调整机制 它是一种基于标的公司业绩 而在投资人和创始股东之间进行股权调整的约定 那么对赌协议是投资方和融资方在达成协议时 双方对于未来不确定情况做一个约定 如果约定条件出现 什么叫约定条件出现 比如说业绩利润达标了 或者干脆约定 某年某月某日之前 公司上市成功了 那这个时候投资方可以行使一种权利 如果有点条件不出现 那么融资方要做出一定补偿 比如给你现金补偿 或者是转让一部分权利 比如说一家回购 投资人股权 所以对赌协议实际上就是欺权的一种形式 由于被投资企业未来业绩不确定 双方都存在着明显的对赌的心理 所以在中国就很形象的把它称之为对赌协议 对赌协议是投资人解决信息不对称的一种制度安排 也是风险投资人 保证自己投资利益的重要手段 所以在如今这个资本时代 你不了解对赌协议 你不了解对赌协议的制度安排和风险 那么你就真的out 你出局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对赌协议的条款设计 对赌协议是很专业的投资条款 通常包括 一 财务绩效指标对赌 二 上市时间做对赌 三 创始股东对投资人赎回补偿条款 一旦对赌失败 公司达不到业绩承诺 或者是没有按时上市等等 对投资人补偿 在实务中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 现金补偿 二 股权补偿 第三 创始股东按照约定价格来回收投资人股权 就是我们讲的溢价回购 那么对投资人而言 对赌协议就等于几乎上了一个保险 你成功了 我可以获得巨额回报 你失败了 你溢价回购 或者是给我现金补偿等等 我也不吃亏 但是对企业 对创始股东来说 那是风险和压力伤大 要么全赢 要么全输 很多时候是这样 要么对赌成功 痛向资本盛宴 猪都可以肥到贴上去 但是 你猪肥贴上去 你没有翅膀 你不能变成肥猪 摔下来摔死了 所以对赌失败 将伤尽失 对赌系有非常多的经典的成功 和失败的案例和教训 成功的 比如说猛牛和摩根斯坦尼对赌 关于这个在香港HQ上市对赌 还有我们浙江的浙江卫视 和那个灿兴对赌中国好声音 我相信很多人看过 一飞冲天 摄出力很不错 还有我们之前看过的 很多人也看过的 吴京和北京文化 等公司对赌 什么电影 战狼2 对赌票房8个亿 成功了吗 成功了 56.8个亿 这个票房是一级绝成 好 多赢 但是我们更加要去看 失败的案例 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失败 那么失败 它的法律原因是什么 怎么去避免失败 那么失败的案例非常多 有很多非常经典的失败的案例 比如说张兰 对赌顶辉 丢掉了 丢掉了俏嘉南 非常可惜 陈晓 对赌 摩根斯坦利 顶辉 丢掉了 永乐电器 当初陈晓 黄关玉 黄关玉的国美 战金东的苏宁 陈晓的永乐 三分天下 一场对赌之后 永乐没了 李图纯 对赌 高盛 英联 摩根斯坦利 最终 可惜的是 丢掉了泰子奶 那么其中 摩根斯坦利 等机构 投资猛牛 是对赌协议 在创业型企业里面 应用的 非常典型的案例 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这个例子 2003年 摩根斯坦利 等投资者 和猛牛 管理生 签了一个 基于业绩增长的 对赌协议 双方约定 从2003年到2006年 猛牛乳业的 复合年增长率 不能低于50% 如果达不到 公司管理层 将输给摩根斯坦利 大约是 6000到7000万股的 上市公司的股份 如果业绩增长 达到目标 摩根斯坦利 这些机构 就要拿出 自己的相应的股份 奖励给 猛牛管理层 好 摩根斯坦利等投资者 通过可换股文具 向猛牛乳业 注资 3523万美元 支合人民币 2.9亿元 04年6月份 猛牛业绩增长 达到预期目标 那么 摩根斯坦利 这些机构 就根据 可换股文具的 期权价值 可以得以兑现 换股时 0.74港元 每股的猛牛乳业 股价已经达到了 6港元以上 所以获得了 巨额的回报 同时呢 给予猛牛乳业管理层的 股份奖励 也得以兑现 所以我们发现 这个对赌 多赢 各方都成为赢家 那么第三个问题 对赌协议 赌什么 好 典型的对赌协议类型 第一类对赌是 股权对赌 股权对赌型 当目标公司 未能实现 对赌协议规定的业绩 那么目标公司 实际控制人 将以无偿的 或者是相争性的价格 将一部分股权 转让给 私募股权投资者 反之 将由 私募股权投资者 就是我们讲的 投资人 无偿的 或相争性的价格呢 把一部分股权 转让给了 目标公司的 实际控制人 这是最常见的对赌 比如说 H公司在2021年 必须要完成上市 如果不能 投资方 将会获得更多股权 如果实现 那么就可以 从投资方 获得股权 第二种是 现金补偿性 当目标公司 未能实现 对赌协议规定的 业绩目标时 目标公司 实际控制人 将向投资人 支付一定金额的 现金补偿 不再调整 双方的股权比例 反之 这个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呢 就用现金奖励 给目标公司 实际控制人 第三种是 股权稀释性 目标公司 未能实现 对赌协议规定的 业绩目标的时候呢 目标实际控制人 将同一目标公司 以极低的价格 向私募股权投资机构 增发一部分股权 实现 稀释目标公司 实际控制人 股权比例 来增加 投资方 在公司内部的 权益的比例 这也是一种 比如说 在收到投资方九千万 注资之后的前三年 如果H公司呢 业绩增长达到了 超过了50% 就可以调整 投资方的股权比例 如果完不成 30%的业绩增长 那么H公司实际控制人 将会失去控股权 好 第四种是股权回购型 当目标公司 未能实现 对赌协议规定的 业绩目标时 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 将以私募股权 投资机构 投资款 加上一个固定的回报 这样一个价格 来回购持有的 全部和部分股权 比如说 如果2021年之前 H公司 还是没有实现上市 那么投资方 有权要求 H公司 以9000万的 投资款 加上20%利息 回购投资方 持有的 全部H公司的股权 第五种是 股权激励型 就当目标公司 未能实现 对赌协议规定的 业绩指标的时候 目标公司 实际控制人 将以无偿 或者是相当性的底价 转让一部分股权 给企业管理层 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 永乐电器 和摩根斯坦利对赌 对赌协议里面规定 永乐2007年 也是可以延长到2008年 或2009年的净利润 如果高于7.5亿人民币 外资股东 将向永乐管理层 转让 4697.38万股的永乐股份 如果利润 净利润不高于6亿元 永乐管理层 要向外资股东转让股份 最多将达到 9394.76万股 最后第六种 股权优先型 当目标公司 未能实现 对赌协议规定的业绩目标时 投资方将获得特定的权利 比如说 股权优先分配权 或者是胜于财产优先分配权 或者是一定的表决权 比如说 董事会的一票否决权 也举个例子 比如说 H公司在2021年 规定净利润 如果低于7.5亿元的时候 投资方作为股东 将获得财务负责人的提名权 那财务负责人就由他来提名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关于对赌协议的精彩案例和法律问题 我们将在下一节课里面 接着探讨